2020普里森林竹灯祭即将在2月1日到8日举办 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 能够帮助普里观光产业的行销 带动地方的发展 那今年为了推广我们的一个中心碑的一个观光 也特别在竹灯祭的部分延长 从2月1号到2月8号的一个展期 期待能够更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来访 活动策划人陈俊凯表示 今年逐登记的活动是由山清水秀碑登山 沿途也布置许多装置艺术 并且在中段部分也布置四处的魔法森林区 希望借由这样的场景带给民众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从山清水秀碑就开始徒步上山 那这个徒步的这个阶梯是411阶的阶梯 在1925年的时候是我们日治时期能够设的这个表参道 那我们沿着这个登山道一直到顶层 那我们会敲钟 那顶层我们设置了四处的类似魔法森林的场域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来步行的民众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虎头山中心碑 县议员陈宜君表示 竹灯祭的活动去年第一次举办就吸引2000多位普里相亲参加 今年活动更是精彩 并且也显示普里文创发展的成果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也能一同来共襄胜举 那我们去年的参加过的朋友们一定印象非常的深刻 有大概2000多个人一起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一个竹灯的活动 那今年呢更特别的就是说 采用的这个头套呢 是因应我们鼠年的这个松鼠非常可爱的造型 那我想呢 透过这些吉祥物呢 能够让大家了解整个普里创生 要将来朝向的不管是观光啦 文化啦 历史 各方面的一个发展 所以呢 邀请我们全南投县的人一起来参加 这么有意义的2020年的这个森林竹灯祭 副议长潘一泉 肯定普里镇公所的用心 也邀请相亲 有时间在2月1日到8日 也能够来地理中心碑 参与森林竹灯祭的活动 相信能够让您有不一样的体验 记者陈伟一 普里采访报道